《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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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在這個moment來說 我覺得另外一個更加可以看的是什麼呢? 很多不同政策出了一台 你的消費也好 或者你的能源相關 我覺得其實都是有一定的支持 另外一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基建相關 一字都是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些基建的政策出台呢? 或者是可能會不會有些 比較重點點的項目會推出來呢? 它會可以刺激得到整體上面 基建的一個再向上的一個表現 你看回整版的基建股來說 就是在早前來說 我們拿一隻股 3900這些 它在4、5月這些時間 在充電內地會有一個刺激政策出台 令到那個股價其實就炒了一輪上來 它踏入5月的時候 都是一輪的整固 整固期 整固整個月 你今天都跌2.3%多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 其實390都可以 就是中國中節可以留意一下 做一個潛力股呢? 就是因為你看回上半年來說 其實你要推動內地的經濟增長 其實它都是透過基建的 你見到那個基礎設施的投資 其實按年都有8.5%的增長 還有它有很多的專航債 其實它是要去落地的了 它不落地的話 其實都是會受到壓力的 因為你要去不同的基建政策 去支持那個內地經濟 而你看回其實第一季 中國中鐵的表現 它那個申請合同 其實那個也是有一個幾大增長 它按年其實升了84% 還有一個點去留意一下 它那個基礎建設的增長 其實都是很大的 都增長了成94% 你再對比一下 其實現在的息率 相對上都有一定的防守性 都有4厘 你再加上今年預期的股息率 其實都有去到4.6厘 其實無論你看那個宏觀政策層面 它本身的營運層面 再加上它的息率的層面 其實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定的防守性 但是入市的策略 大家要去留意 兩邊去看 第一就是看看明天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些 指經經濟的長進措施 五月底 應該是明天 最遲 如果有的話 而又涉獵到基建 我相信基建相關的股份 應該就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因為其實不少都是整固完一輪 會有一個好的表現 可以幫它整固完之後 再向上望的空間 可能短期就會有機會 可能會好過一些汽車股 汽車股我還是覺得強 但是短期來說 如果有些利好政策刺激的話 應該是基建股可以網 但策略上 真的要看看有沒有刺激政策 如果有的話 才向上去買 譬如說 就駁去破之前的高位 之前的高位就是5.8厚 反之 反之就是原來是沒有一個政策出來的 大家都期望原來的憧憬正在落空 因為你看到 其實它由3月這些低位 拉到上來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星軌的支持在這裡 萬一它向下失狀 就是你今天跌2.2% 和你很矮的那個星軌 你把它放低一點點 那它一穿上去 五個一號九這些位置都穿的話 那我覺得暫時就不要去 撐它進去住了 要等下它 再看去哪個位置整固完 才再去撐它 所以現在還未買的話 我覺得就等 等下有沒有一些利好政策出台 有利好政策出台的時候 就看去 繼續沿著星軌上 甚至乎就破了那個高位 就5.8厚8 即如果它破到5.8厚8的話 我相信上到去6.1 6.2 有個機會其實都是大 你再看好多券商出來的評估 和那個目標價 很多全部都可以放到6元以上 6.5 6.7 6.7號幾 那些其實都有 所以就看政策 然後看看能否向上望 向上望破到 看到6元以上 6.1 6.2 我覺得其實都應該有機會到 繼續沿著星軌 還有你看到那個 一級級上去的幅度 不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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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